今天这个方向就不一般了 朋友们 这个路好小啊 我又大听到了 前面那边有木鸡 还有木鸭 这里的玉米长得好高了呀 比我们家那个顶里高一点 我来买鸡子鸭子 今天我们已经找到地方了 就没看到了就在那里 看到的我晓得 是它那个鸡我才带你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正宗的 这个是木鸭 生蛋的鸭 老母鸭 老母鸡也看到了 这个鸡好漂亮啊 鸡公卖不 买老鸡 那那种是四个是老鸡 买两个老母鸡那就 你看这个鸡子带不里面 干嘛 今天是老母鸡子 不晓了 那个鸭 你喂了八九年了 哇 这个鸭好厚 这个叫 我去年打工 别个还是我从福建 鸭鸭 鸭鸭 你这个里面全部都是母鸡吧 那老母鸡这个背上包这个车落的 哪里啊 那个我呀 开始把那一包的 我呀抓地上 我现在已经弹好了 把这个熬两个 他那个大的不卖 朋友们 要是卖的话我肯定买 他这个大的主要是要留给自己给孙儿吃 你给我做一个鸭幕 一个鸭工 哪个是鸭幕啊 小的是鸭幕啊 谁来好 我师叔谁来好 好谁来 嗯 这个有个都放进去把我倒来死了 真的真的 鸭幕啊 朋友们 这是个鸭幕 这就是三年多 你这个还好 才卖呀 你这个还要好 那天我跟打电话 我找老师哪个要要我 不得卖的 就是嘛 我说 我找到你的号码了 你来 我找到他的号码嘛 这是他要我的号码 这是他要出 不是我今天我卖呀 他说是我舅妈要他才会卖 不然的话它不会卖的 吃不得 然后这个阿姨他那里 那个上面还有一个鸭卷 那里还有几只 我们去那个上面做 这个姐姐家里就弄了四只鸭子 都是母的 还有一块鸭公 这两只是老母鸭老娃鸭 这里是老娃鸭母的 没生气啊 走我们去吃一下 好不过他那我呀没给我们都好了 那他是舍不得 他那买到八年的他不够 下次如果要买的话你就告诉我嘛 小婉兰在车上已经睡着了 哇睡得好香啊 大家看一下我的车上 12345678 昨天就是什么灯啊 今天都过得到这种客来的 大部分都是母鸭 那个就是哈鸭子 你这几个都好纪念到了 我晓得 因为我去年在这里煮好了 这是5年的老母鸭 我去年在这里 所以是我晓得到这点 我做 这是5年的老母鸭 你去年做 他都是几年的 都是嘛 我去年是煮好了 所以说我晓得那件 我才带他来嘛 对啊 他只有我带起来 他才晓得档子 现在 他这个是5年了 5年的老母鸭 现在的话我们 你煮的 煮的 你都不一样 你少味道嘛 少味道就煮得到 我都是专门 车子母鸭好重啊 朋友们 大家看下这个爵爵 5年的老母鸭 来我撑一下 他这个 因为我舅妈 他跟这个姐姐 认识很久了 然后他知道他们的东西 是不是真 他都清楚 放上面就可以了 三斤六两 七斤 七斤 他这个是 红斤菜 这只鸡不得了 老母鸡的香了 七斤 你妈妈来 你不去吃 七斤二两 七斤三两 不可以 好 七斤二两 好 可以 你看吧 我带起来就少 一两台就少了 然后 就是姐姐 我跟你说 你们家的那个鸭骨 做不到的 晚上 就晚上把他做到 做到我们门前来 还有那个老母鸡 还有三个老母鸡 我给他预定了 因为做不到 我明天过来 把他全部收了 好 那朋友们 如果想要吃老母鸡 老母鸭的 等下6点钟 到我直播间来 我给你们弄 现在马上准备去杀了